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与台北101重磅登场的五分钟光雕共演秀非常抢眼 是台北市蒋万安极力推荐必刊的作品之一 还有与LINE业者合作的互动体验将带给民众全新的视觉感受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与台北101重磅登场的五分钟光雕共演秀 透过声光效果转折刻画台北城市的心情及变化 给民众前所未有的声光视觉饗宴 这是两个北市地标首次合作公演 在台湾登会期间每日下午5点15到晚上9点45 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极力推荐必看的灯视之一 在台北市我们举办台湾登会 一个城市光廊的概念 所以从我们信义商圈台北101市府 一路到国付纪念馆松烟文创大巨蛋 到东区商圈 一整个廊带都有各式各样的灯视 台北市12个行政区每一区也都有主题灯视 那这一次我们未来展区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是在我们信义商圈 以及四次南村 我们结合了时尚潮流 以及眷村的文化 同样的这一次台北市政府 也与台北101合作 我们将会有长达5分钟的光雕秀 所以大家可以前来欣赏 全世界最高的花灯秀 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 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文资团体 台北道江林安社 以及我们也邀请了包括 韩国日本等表演团体 前来共襄盛举 所以预计会有500人的采接游行 还会有超过350场次的表演团体 街头艺人等等 大家会在这个未来展区尽情的发挥 让所有前来欣赏的民众 都感受到我们这一次未来展区的热闹 此外灯会也洗手赖 以智慧城市撤展概念出发 呈现多元内容 打造城市观光与灯会互动体验 熊大与熊赞难得同台卖谋 陪大家走访灯会 有关于我们整个灯会 从所有的导览 到我们的灯区的介绍 到整个台北市的美食 或者是交通的各种资讯的提供 在LINE的平台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还没有来灯会之前 你就已经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面 透过策展的内容 规划你来台北灯会的行程 而你一旦进入到台北灯会的四大灯区之后呢 还会被我们在现场所布置的 350颗LINE BEACON蓝牙讯号发射器 为您做灯会的四大灯区的一个智慧推播 包括灯区的介绍 包括现场的美食 包括周边的商家的采点优惠 以及进出灯区的交通导览 各种便明的资讯 都可以经由这一个LINE BEACON的推播 在你的手机的LINE里面收到 我们希望提供民众这样一个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从线上到线下的一个灯会的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体验 我们也非常兴奋 特别带来我们LINE FRIENDS的明星角色 熊大和他的朋友们 来和我们市政府的超人气吉祥物熊赞 联名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联名商品 联名的贴图等等 亏为23年台湾灯会再回台北 横跨多个城市地标 官城局长也以少量多餐的模式 形容这次逛展全新体验 那这一次跟其他的灯会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都是在 就是漂移到各县市都是一个空地 无中生有 大家好像觉得一次吃到饱 可是台北灯会就不一样 他横跨五个捷运站 忠孝复兴 忠孝敦化 国父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跟101 那他就可以忠孝东路走九遍 其实表示说你可以少量多餐 一直来一直来 因为他的涵盖内容呢 又跟以前不一样是 以前因为是一个空地 他没有地景 他只是把很多作品就放在一起 可是这一次台北灯会呢 基本上就能够 你可以看到你拍的照片 你可以按下快门的时候 你可能跟国父纪念馆交会 你也可能跟101交会 你跟我们台北很多的地标交会 那同样的在城市行销里面 他的效益更大 因为其实台湾灯会是一个国际品牌 那在这疫情三年来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因为国际的没有完全开放 那一段时间 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被看见 那现在我们台湾国际已经稍微开放 可是国际市场 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国际观光客来到我们这 那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又结合像我们这一次城市型的规划 他跟地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随着大家分享的照片 他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台湾台北就是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这一次其实最大的不同应该在于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跟国际的朋友一起在宣告 台湾欢迎大家 那当然从饮食来说 以前空地无中生有只能靠流动摊反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东区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你可以吃很便宜的 你也可以吃米其林的 很高档的 你可以坐进店里面好好地去享用 所以这一次其实不管是在可看性 城市行销跟美食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5号灯会正式展开 作品超过300件 不少作品日夜皆美 串联周边美食街道风景 独具魅力 民众甚至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灯会展区 漫步欣赏艺术入景的特色作品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宽文23年再次重回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 即将在2月5号盛大灯场 其中横跨东区及信义两大商圈的光源 未来这三大展区 从2月1号起试营运 台北市官船局特别推荐了三条的逛灯路线 日赏灯夜赏光 轻松安全地欣赏各展区 蓄力灯饰 体验台北城市的光源魅力 位于国父纪念馆的中央灯区副灯 重新出发 正在密集进行测试 魁为23年重回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 即将在2月5号登场 由于这一次灯会改变过去一战式的做法 分为四大展区横跨五大捷运站 因此2月1号起 包括光源及未来三大展区 将先进行试营运 台北市官船船局局长陈淑慧 也在记者会上推荐三条逛灯路线 建议游客可以安排三天两夜行程 赏灯逛街评美食 光散区里面 它是除了中校动路为主要概念 它另外还有所谓的艺术露田 你可以进去尝个美食 或者去进店里面 去看一些艺术创作 那另外就是美食 也不用在游动摊贩站在外面 所以这一次下雨 根本不用操心 那因为这一次我形容说 在游客服务方面 除了在各展区架设全区地图 及设置旅游咨询服务站 台北市官船船局方面 还规划走动式服务人员 方便赏灯民众 因为还是拉得蛮长的 就是怕第一时间 可能有一些忽视掉 所以大概也有 只要大家看到路上有一个哀 有人会带着那个哀 就马上就可以找他 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反映给他 为了因应台湾灯会 所带来的庞大人潮及车潮 台北市交通局与警察局方面 也在记者会上公布 最新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 并提供逛灯会三大交通攻略 搭捷运坐公车不开车 那另外就是一线路 一线路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也担心 这个在主灯区跟这个 松山烟场这个灯区里面 大概会有一些很大的行人的量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是这样 所以例假日我们大概也做一线路做一个管制 所以这里面大概情形是这样 那大概有六天的一个管制 那在仁爱路的北侧的部分 我们曼车道也是做管制 让民众来观赏 在整个国附纪念馆周边的人潮溢出的一个交通的弹性作为 另外在我们整个展区的新意计划区里面 我们研判这个交通的流量会增大的时候 我们在七个路口 刚才交通局也特别提到 新闻稿也有提到哪七个路口 还有两个高架 这一个弹性的管制 观传局方面也强调 这次台湾灯位各个展区周边大众运输相当便利 呼吁民众可以透过公车捷运及两线专用接驳专车 轻松抵达各大展区 日晌灯夜晌光 体验充满绚丽灯式的台北城市光源魅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元宵节快到了 台北市卫生局抽烟市售元宵汤圆 包括了芝麻 花生 鲜肉 咸汤圆等 要帮民众把关食安 元宵佳节天气寒冷 家家户户来晚热腾腾的汤圆 象征团圆幸福 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市售汤圆元宵来煮 台北市卫生局也提前到各地抽烟相关产品 是否有12项防腐剂及着色剂 同时针对包装产品进行查核 当然因应我们元宵节的到来的话 我们前往超市便利商店 汤圆店或者是甜品店 来抽烟20项汤圆元宵类的产品 其中包括13项是我们已经有高线的一个汤圆 包括芝麻 花生 鲜肉 咸汤圆 或者是芋头 芋泥等之类的 有7项的话是里面包的馅料 依照它的特性 我们去检验它的防腐剂 着色剂等等 那我们抽烟的20件里面有4件是包装食品 所以我们同步也看了一下它的一个包装标识 那以上的抽烟跟标识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当然还是呼吁就是我们 不管是业者在制作汤圆 或者是消费者要选择汤圆的时候 有几个很基本但是必须注意的一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业人员在制作汤圆的一个状况 那包括人员的一个手部清洁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不能留指甲 不能有饰品 不能骨子夹油 那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伤口 那如果有伤口的话 记得配戴防水手套之后再进行制作 那当然在制作的时候也要穿戴整体的工作衣帽 第二个在制作场所的话 还是要注意到它的一个容器具的一个清洁度 那包括它的制作环境 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 它的台面也天花板墙并避免到保持清洁 室外的话还是要记得有适当的 一个测壁的一个设备 那配料的保存期限其实很重要 那这还好这几天天气比较寒冷 但是当过两天天气慢慢上升的时候 它的一个放在室温下的保鲜度 要特别的注意 那建议业人在制作的时候适量的取出 制作完之后再把下一屁的食材出来 这样才能确实的保鲜 那第四点的部分的话就是 如果它是包装产品 它其实会写它应该的保存条件 包括它是应该冷藏或者是可以冷冻形式保存 这个务必要请业者贩售的时候要遵守 那当然消费者买回去之后 也要依照保存和入境的保存 才能保持我们产品的一个限度 以防变质 那最后还是提醒 我们食品业者其实在制造这些食品的时候 要盛取合格的一个物料来源 那要保持它的保存它的一个来源单据 那以保障就是它的一个权益 也是要保护消费者的一个食用的安全 以上 以上这个凶杂现场 另外卫生局为了解市面上素食在制作时 是否有添加动物及植物性成分 危害素食者饮食权益 也进行食品专案计划 抽烟北市素食餐厅 升级饮食店及潮市等 发现有一件减出动物性成分 那所谓植物性的成分的话 因为对于全素的一个 全素者来讲 它对于桥 蒜 洋葱 或者是葱跟韭菜是不能吃的 我们福生的五辛素 五辛的部分是不能吃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一并去做相关的检验 那这一次的话 就是检验20件的素食食品 有一件是减出动物性的一个成分 跟它标示为素食这个是不符的 那这一次是抽到一件是大豆制品 那它检出的是鱼成分 但是它在高中标示里面 是没有注明说它有随产品的成分 所以我们进一步就是以外县市 这边去查核它为什么在产品里 会检出鱼的一个基因成分 那当然针对它这个产品标示 不实的部分可以依据食安法第22条 同伐第47条株心台并三到三百万的一个罚患 那当然如果它有刻意去做不实 或者是医生误解的一个状况的话 只有28条同伐45条株 四万到四百万的罚患 那当然我们去探究这样的一个素食生产过程 有的时候是因为要让口感更好 所以它可能添加了动物性的足脂 但是大部分的因素都是因为 它可能在制造过程中产现有交叉的污染 就是它同时生产荤食也生产素食 那没有做好清洁可能导致污染 或者是说它在添加的成分里面 有可能导致它一个素食有残混的状况 像这个产品后来外建市最查的结果 是在调味粉里面 它是用了鲸鱼粉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制作里面的一个忽略 所以其实卫生局这边呼吁 我们的一个餐业者或者是素食业者 在进货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一些自主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胜血合合的厂商 这样来确保产品的品质 那另外的话也说明一下 素食的标示我们怎么去看 事实上我们只依据衛福部102年 就已经供高修正的一个 化妆食品宣传素食的一个标示规定 那因为素食的吃素的因素很多 所以每个人他对于素食的一个类型跟要求不太一样 所以在管理上素食就分成了什么大类 就是纯素或犬素 淡素奶素奶淡素或者是植物五星素 那现在102年之后呢 我们的产品是不能直接指标是素食或者是素食可食 他必须依照这五种素食的类型分清楚的去标示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吃素的一个消费者的话 可以明确的去选择适合他的一个产品 民众如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或消费疑虑 可以电掐台北市民当家热线 这次的机查结果都可以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网站查询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迈入第六届的台湾戏曲艺术节 今年以英雄超时空为主题 规划了一系列的精彩节目 内容从传统经典出发 发展到新编戏曲 汇集12组的戏曲及跨界团队共襄盛举 并首度规划了大小厅双旗舰制作 透过英雄的叙事展现台湾在地 传统戏曲的多元样貌 迈入第六届的2023台湾戏曲艺术节 今年邀请张启峰副教授担任策展人 以英雄超时空为主题 规划一系列精彩节目 内容从传统经典出发 发展到新编戏曲 策划12档传统与跨界并成的戏曲节目 各自以不同时空背景和思维 描绘出不同以往的英雄面貌 今年的一个策展主题是英雄超时空 我其实朋友就常问说 英雄有什么好做策展的呢 传统戏曲里面多的是英雄 各路好汉各式的英雄 确实是如此 其实呢可能大家有看戏的经验 就会觉得说 其实在传统戏曲里面 其实英雄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呢英雄加上超时空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策展理念 或者策展主题就是希望 让传统戏曲里面的各路英雄 能够呼吸到台湾的当代空气 我们借由超时空作为一个桥梁 如何让各式各样的英雄 当在台湾当代的一个戏曲舞台上面 可以让大家来重新检视 或是呢让他们重新被看到 因为在21世纪当代 我们对于英雄造就有非常多元 而且呢多面向的一个探讨 那可能大家知道的 跟时代相关的时事造英雄 或是呢反英雄 悲剧英雄 孤独英雄 更何况现在电影 电视还有动漫 一系列一系列推出不完 有这么多的英雄 所以其实呢在当代台湾 其实我们有更多更多 探讨英雄的一个角度 因此传统戏曲这个大宝库 成为了我们以超时空作为桥梁 请他们到了台湾当代的一个舞台上面 现身 然后呢大家呢 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创作前提之下 来做很多很多的发展 刚刚提到了各式各样的英雄 但是呢像传统认为是一个英雄的 一个教宗教校的一个部分 在当代的一个价值观当中 在当代以人为主的一个信念之下 他还可能是英雄吗 你的大我跟小我 你的家庭跟国家如何来面对 如何来取舍 还有呢跟性别有关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呢 在今年的十二档演出当中 其实呢就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邀请了十二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让他们在一个艺术创发的一个 激发思考之下 能够从传统出发 借由传统的一个人物 来跟台湾当代对话 今年更首度推出 大厅加小厅双旗舰制作 大表演听旗舰由秀琴歌剧团 与软剧团合作 打造史诗旗舰大作凤凰变 小表演听旗舰则 由真快乐掌中剧团带来全新编创作品 中文章 大海多处中原 不如经历地台湾 第一档凤凰变 延伸到台湾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让我们在男性人物之外 借由女性角度的一个探讨 来重新检视 什么是英雄 好 接下来是首次规划的 就是这个壮 这个呢 是首次规划的小表演听的一个旗舰制作 其实壮呢 其实呢 这边有一个小字 贤势劣劣势 这个其实是左伯陶跟杨角埃的故事 那这个其实是去年 去年演出 前年演出 去年得奖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故事延续到了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荆轲 荆轲当然是英雄吗 所以呢 其实呢 在这个里面 荆轲其实霸凌左伯陶的一个鬼 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英雄 这个故事呢 非常重要的 从阳世连续到了阴间 从一个人的一个存在 变成一个魂的存在 其实呢 就翻转了所谓英雄的价值 传译中心陈岳仪主任表示 台湾戏曲艺术节 自2018年开办至今 已经第六届 虽然期间历经三年疫情 但如同每个故事中的英雄一样 不畏艰难走过冒险旅程 那因为过去呢 三年 都是在疫情当中 所以很辛苦 但是今年我觉得我们 很有希望了 尤其在过去 去年我们有征询了委员们 有关对于台湾戏曲 这个 台湾戏曲艺术节 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其实委员都有达到一个共识 就从几个面向 第一个 传统经典 这一定要守住 传统经典 所以今年我们的节目 就有国光还有传统经典戏来代表 第二个希望能够有创新的 壮大整个文化内容的 所以会有一些新的戏 不断地加入创新戏 新编戏 跨域的戏 那这次的十二档戏里面 有十一档就是属于新编跟跨域的 另外还有就是能够有前卫实验 甚至于是户外演出的 所以刚才这个 就带来各位所谓的跨场域的 沉浸式的演出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过去台湾戏曲艺术节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直没有请到国外的人士来参与 但是传统戏曲 不仅仅是传统戏曲 它也应该会跟国外的一些 可以做交流 让世界看得到 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冲击 让我们自己的文化内容 不断地壮大 可是也让我们展现 自己对自己文化 传统戏曲文化的信心 2023台湾戏曲艺术节 透过英雄的叙事 展现出台湾在地传统戏曲 多元样貌 12组优秀戏曲团队轮番上阵 自4月清明假期开始 带来12档 共计53场次的精彩演出 邀请观众一起欣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 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 光源台北2023 台湾灯会在台北将在2月5号到19号举行 规划中央整区 光源整区 圆整区 及未来整区等四大展区 也是首次作为城市型的灯会 交通局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 2023 台湾灯会将在2月5号正式登场 四大展区范围横跨国富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 东区商圈 松山文创园区 信义商圈 以及四四南村 交通局表示 周边道路将从2月1号起实施交通管制 并加密展区周遭捷运及公车班聚 同时规划两线接驳公车 那整个灯会会分成四大展区 那有一座主灯 六座副灯 那整个规划的范围大概是168公顷 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 那另外也会在12个行政区 有行政灯区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比较特别相较于往年 跟其他县市的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这是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那既然是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在台北市来讲大众运输 还有就整个交通的管理 苏岛的部分其实相对就是比较重要 那大概简要的说明一下 整个四大展区分成光源 未来还有中央展区 那中央展区是以国富庆灯港为核心 在他周边的部分 主要是中央的一个主灯的部分 那未来灯区是以市政府为核心 在周边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布设 那另外光灯区的部分 主要是在这个以中校东路为狼带 从复兴一直到基隆到光复南路这个区间 大概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合的路设 那圆灯区就是以松烟为主 以松烟为一个核心 周边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整个交通书岛的目标跟策略 我们的目标上是希望维持这个人流车流的安全 还有动线的顺畅 那另外就是整个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尤其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相当的便捷 另外也会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平常日的时候 又在我们西医计划群周边 那减少展区这个周边对这些居民 或是上班人员的这些干扰 这大概是我们三个大的一个目标 那整个策略上会从大众运输的策略 时间空间一个分流 然后停车接口的一些规划 另外一个多层次多时段的一个管制 跟输岛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的一个目标 灯会期间我们针对阀南县淡水新一县 其实在这个夜间灯区展览的时候 大概都会有一些加密的一个班次 那这部分捷律公司有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比照这个跨年 可能人潮过度集中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这个国库紀念馆 有过站不停 或者是空车从市政府开始载客 往领域方向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人潮的部分也会因应这个人潮的状况 在这个捷律站的出户口做相关的一个管制 那另外戴者新一线 在这个大安区间测的部分 也会延时直接到向山站 那公车的部分 周边有大概100多线的这个公车 我们会在这个闪灯的期间 会四人潮做一些班次的一个加密 那这边大概也跟相关大会有讨论 就是针对这个赏灯的动线有做一些规划 那从什么地方进站 建议他从什么地方进站 什么地方出站 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在灯区灯会的期间 我们有开设两线的这个灯会的接驳公车 一号线的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个展区内 展区内的一个接驳 他就绕行这个展区的部分 那二号线主要是从松山火车站 一直到展区里面 那他的这个班区大概接风是5到10分钟 然后票价的部分针对普通票 学生票跟军景票是5块钱 其他部分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我们也提供很贴心的服务 就是在这个展区的周边 我们有布设了五个这个免费的 富康巴士的服务站点 那有需求的这些生长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些站点 搭乘到我们展区任何一个展区 都是免费的 交通管制部分 2月1号起国父纪念馆 及市政府周边部分道路 汽机车隔将禁止停车 2月4号起封闭市府周边部分道路 展区范围停车场也会调涨费率 因应这个活动的期间 有一些管制的路段跟时段 也简要的说明 那大家看得到这个是新人爱路的部分 那新人爱路是配合这个灯会期间 竞赛灯区的一个施工 所以我们从今年的1月9号到2月13号 是全时段的一个封闭 那在市府部的部分 因应这个预估的这个赏灯的人潮 不管是在这个国库建议馆或市府周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灯会的这个期间里面 六个周六日总共有六天 我们会实施下午5点到晚上11点的一个管制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图部范围 那一线路配合刚刚提到这个新人爱路的管制 我们在一线路也实施了这个调坡的车道 原本是往南是三线 往北是一线 调整成22的配置 那这时间目前都已经在实施了 那另外赏灰卫5号活动开始了 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下午会有一个采接游行的一个活动 那它的这个游行动线 就是从市府周边的松售路 绕行市府路一直到松高路 那针对这个采接游行 它有相关的人员 表演 团体等等 所以我们从2月4号的早上9点 一直到2月6号的早上6点撤场的时候 大概会分时分阶段做一个管制 那另外在这个灯会期间 我们针对这个展区周边的9个工友体验场 也会实施费率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会调整到50到60元每个小时 那另外针对外县市来的部分 刚刚前面有报告 就是这是一个都市型的一个灯会 所以我们不像像高雄屏东 我们有规划所有的专用的停车场 透过接活进到展区 那我们在外围其实都有一些 周边的一些停车的空间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这个 如果是非得要自己开车前来的 不管是北部或东部的区域 它透过国道1号汽车交道 国山的南港交道进到展区 我们会建议它往这个南港的方向 做一个停放 然后再转乘接活车进到我们的展区周边 那如果是中部南部的这个游客的部分 会建议由国道1号原山交道 或者是木大交流道进到我们的黄区 那这部分会大概落在万华大安安文山等区域 那这些区域也会希望它透过这个 铁域的部分转乘或是公社 都会进到我们展区周边 想要掌握灯会即时交通资讯 民众可以上2023台湾灯会网站 台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灯会专区 或是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LINE官方账号查询更多详细资讯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从1937年日剧时期的松山烟炒工厂 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原创发展基地的松山文创园区 是近年来民众很喜欢到访的热门休闲景点 不只永续文创及富裕 更要发展成历史及创意并容的文化聚落 迎接台湾灯会 松烟文创园区更有三大必看亮点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游 拥有85年历史 历久明星的松山文创园区 不到半分钟就能缝制好一颗钮扣 这是ReHAL的反复生活实验室 民众能在这里实际上机 使用工业用缝纫机体验六种车线 感受一日设计师的自由创作魅力 透过手作探索永续的各种可能性 原本是一件衬衫跟一件牛仔裤 就是牛仔裤的那个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等于是再利用 对 再利用 然后让它不一样 还有这间垃圾厨房 在大厨 零废兔的料理下 将回收材料所截取的塑料粒 做成碗盘 花器 甚至灯灶等生活小物 重新赋予废弃品新生命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把我们主要的垃圾 直接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再使用的东西 透过这不同的步骤 这两间都是以再生循环为主的 台湾新创品牌 从日剧时期的烟草工厂 到现在的台湾原创发展基地 松山文创园区不仅有像米飞兔 久久的奇妙冒险等超人器展演活动 更多的是颇具创意的店家 引进松山文创园区就是希望打造 距国际级水平的永续文创园区 对于ESG或者是永续议题 我觉得文创园区更应该要有态度 所以在整个邀请一些品牌进驻 去做实现或实践 这个部分松山大概都小有成就 那我们讲说ESG总共有17项 松山自我先检核 我们大概有达到12项 那还有五项要继续前进 希望说在这里面找到一个 一般民众可以实践的生活样貌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第一阶段 在实践的 慢慢的在未来我们希望邀请更多 符合这个条件的品牌 可以进来进驻到圆区里面 各具特色产品多元的松山风格店家 也是文创聚落的府衣基地 更希望成为台湾文创人才创业的第一站 因为创作者很多所以创作者第一站 我们还是希望说去让我们的文创品牌的 创作者第一站是在松烟 他有不同的路径 我们去帮他规划他不同的路径的方式 包含说未来更具商业市场的那一条 其实每一个品牌在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困难 他们都需要不同的帮忙 我们都会在这个阶段上面 不同的阶段上面陪伴他们 不仅看展消费或手作体验 古董级的消防管线与日式建筑风格的制烟厂房 都让松山文创园区带有融融的历史氛围 园区方面还邀请团队 透过松山烟厂自然地景与环境 在原来的景观水池与林蔭小径 制作出装置艺术静光 这个需要手脚并用 金属与绳索结合 可以手脚并用摇晃行走 也能仰躺望向天空 让身心灵都放松 使文化资产保存在利用更增添乐趣 一个是邀请设计师来跟空间做对话 它也是一种创作的第一站 那另外一种是在未来的三年 我们会更聚焦在文化内容面 希望说去实践更多的场域精神 我们也希望说邀请老员工回来 让这个松山烟厂85年的历史 可以继续的传唱 这个一代接一代 因台北大巨蛋即将开幕所带来的人潮 松山文创园区也规划串联 新一区周边伙伴形成无为强的博物馆 让民众充分体验文化及生活 我们希望经营的是一个文化的生活场域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来认识 艺术家或者是文化生活的 各种可能性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事情 跟乐趣 因为我觉得创意 一个是在这里发掘创意 第二个是在这里被起包创意 希望说在这么都会里面 可以不管是疗愈大家 或者是成为大家发表的舞台 我相信这是我们希望成为国际型的文创园区 以应台湾灯会魁为二三年重返台北 作为园展区的松山文创园区 也规划有必看的三大亮点 邀请民众走春赏灯玩松烟 看古今活化 欣赏装置艺术及光雕 敬店家参与艺术与原创 体验苏压慢活的文化生活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过完年紧接着就是元宵节 台北市卫生局邀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阳明院区营养师教您汤圆大变身 吃得缤纷营养又健康 元宵节来临 民众不免吃汤圆应景 但市售汤圆及元宵多半含有 高热量高糖高油脂的成分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营养师 就设计六幅小汤圆 使用地瓜南瓜生绿色青菜 胡萝卜及黑白木耳等天然食材 简单动手制作 又可以摄取到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素 另外核桃牛奶甜汤圆 利用坚果与种子类的香气 及低脂乳品类的甜味 取代砂糖等高热量汤底 达到减糖目的 让您吃汤圆少负担 首先是食材变换动手 降低热量这么做 因为其实一般市售的汤圆跟元宵 都是属于胶式高热量的红灯食物 通常我们市售也是常用到砂糖水 所以因此我们这次设计了六幅小汤圆 是希望利用紫色的地瓜 南瓜 深绿色蔬菜 胡萝卜及黑白木耳等 六种的天然食材 然后可以利用它的颜色来进行散射 上色之外也可以摄取多一点的散 膳食纤维 矿物质 然后另外我们也设计了 核糖牛奶的甜汤圆 然后是利用一些坚果冬籽的香气 以及一些乳制品的甜味 来取代一些砂糖的高热量的汤底 来达到减糖的目的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一些天然食材的一些 就是它的颜色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取之外 还可以有多一点颜色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利用南瓜 紫色地瓜 黑白木耳 以及红葡萄 绿色青菜等 来制作一些六色的汤圆 另外一个食谱是核桃牛奶甜汤圆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利用核桃以及鲜奶的甜味 来取代砂糖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就是刚刚的六色汤圆之外 可以如果想吃甜的 就可以利用这种比较是减糖的汤底 来达到就是说 可以在这个元宵节 可以就是比较轻松减糖的 吃我们元宵的汤圆这样 汤圆的主成分还是糯米粉 所以如果你在元宵和前后 有不管是自己动手做 还是在市售买汤圆的元宵的话 那吃了这个东西之后 记得你平常正餐的主食类 应该要少一点来做一个餐饮的平衡 那当然因为不免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会吃到一些精致的糖费 包括里面包着咸 或者是甜汤或者是外购的话 那要记得其实在那几天 精致的糖费包括饮料 或者是一点甜食 也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来达到一个热量的一个平衡 那当然饮食过后的话 还是要有适量的运动 那适量运动除了可以消耗热量以外 它事实上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 那也帮助这些糯米类 也可能有比较容易胀气的问题 可以达到一些排挤 营养师也说明如何挑选汤圆 能吃得更健康 那其实根据我们最新的 国人膳食营养状况调查 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 平常每日国人的膳食的摄取量 其实只达到一半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利用 全国杂粮类或是蔬菜类 来透过搅打后不用过滤的方式 然后加进糯米里面 然后制作的糖原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 或者是一些植化素的摄取 那这个是甜的部分 那如果咸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 像是香菇、铜胶、红萝卜等一些蔬菜来食用 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有时候没办法自己做 其实我们就是会在外面买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看清标示再来做选购 然后注意卫生以及顾健康的部分 那其实因为我们市售的汤油或圆箱 所加的油脂糖分不一定 那所以其实民众其实都要看说 在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示 每一份或者是每100公克所含的东西 所以我们进行去换算机 在做那些热量、糖分上的比较 那如果说是在外面 购买的一些手工汤圆 其实都要注意说 当场的人员的环境 或者是人员手部卫生 然后场所环境、容器卫生等 来避免说买到不卫生的食品 以确保用餐的安全 云霄佳节居家吃汤圆外 餐后也应该适量运动 消耗多余热量 也帮助肠胃蠕动 有助消化不容易胀气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设前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国内台湾海洋大学海归实验室 10年前开始救援受伤的海归 但新春后却抛出了震撼弹 宣布暂停受伤海归的救援 但是还是会帮忙转介给其他的救援团队 可爱的海归HOLA 106年被海大实验室救援 身体康复了他回放到大海 直接他大力的拍动四肢 在沙滩上前行 这样的场景对海洋大学海归救援团队来说 几乎常常上演 不过就在新年开春丢出了震撼弹 未来救援行动暂时要交给别人 现在主要是助理的薪水 之前那时候我们刚还没拿到计划 之前欠了将近100万 因为你是标案 所以标案之前那是不给钱的 国立海洋大学海归实验室 31年前展开海归调查 10年前开始救援受伤海归 但近日贴出了一叠账单 表示因为经费和人力不足 加上被质疑救援海归相关的专业能力 因此突然宣布 决定暂停海归救援计划 我心里想说我做了20年研究 然后你告诉我 你这个从捞鱼了 进来告诉我保育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渔约署来的 台东分所 他们台东分所 都如何做捞鱼 如何渔约技术 然后你海归保育应该这样做 中央主管单位 你应该尊重专业 不要 那不要的话 那就是随意 口语中无奈又有点气氛 尽管暂时不再救海归 但海大人会帮忙协调救援团队 不让受伤海归 因为没有人救援而死亡 记者黄少铭金龙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四年前展开后的保育行动 在朝近海洋中心建立了 北部后富裕保育基地 致力收容及救治北部地区 误补的成后 现在就跟着葛玉轩博士 一窥活化石后 钢窥下的秘密 看葛博士进入后持伸手矫健 四年前开始成立后的富裕基地 每年都会收容误补的后并进行救治 就是我们在和平岔渔港 会收这些渔民误补的后 然后有一些后因为它捕捞的时候 可能因为捕捞的过程 或者是它跟渔船有什么碰撞 身上都有些伤口 然后有些伤口很严重 像这只就有裂缝 伤口很严重的 我们续养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它就会死亡 然后这些后我们会留下来 作为标本来的教学使用 现在我们收到的后 一年大概都会收到20到30支左右 然后受伤的几率 差不多是三成到四成 所以它其实受伤几率还蛮高的 我们一般都是收到受伤的后 我们就救伤试试看 有一些的后运气比较好 它伤到比较不严重的地方 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活下来 那这个伤到前面这个内脏区域 比较丰富的地方 就不容易存活 拥有蓝色血液 价格不菲的后 是检验药品是否受到细菌污染的重要生物试剂 通常成双成对 供的后从上方抱住母后 想要辨别雄词 可翻开钢盔一探究竟 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夹子 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小夹子 它的脚都是小夹子 这一支就是供后 它的头很明显就不太一样 然后它的头稍微有往上凸起来一些 然后有两个凹缺的地方 这两个凹缺的地方是为了要从后面抱住母后的 然后它从后面夹住母后的时候 这个位置会比较贴合母后的位置 发现它勾直勾住的位置 就是我们刚刚讲它勾住母后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它就是勾住它 后又称夫妻鱼 也有人称马蹄蟹 透过保育调查研究 海科馆进行的后保育计划 深入全台21所国中小校园有城 除了让学生认识台湾后的栖息生态外 也能了解他们面临的危机及如何存续 让这对人类生活与医学有贡献的活化石 继续生存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民主全球论坛共同发起人考夫曼 到基隆市政府拜会市长谢国良 双方对于直接民主与公投议题进行交流 针对去年的地方公投四阶公投案 被中央驳回 谢国良表示感谢考夫曼提供相关的建议 未来可以透过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来思考 让市民可以落实意见表达 担任过新闻记者的民主全球论坛 共同发起人考夫曼 对于国际上的公投非常感兴趣 这次特别来拜会基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渊祥和纵发处长林立禅 也一同参与交流 谢国良市长也以去年的地方公投四阶公投案 被中央驳回为议题 和来访的考夫曼互相交换意见 并感谢他提供国际经验的建议 未来可以透过修正及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 落实让市民可以表达对地方议题的心声 我们非常感谢Mr.Koffman 因为他们的国际组织拥有很多国家 协助过很多国家这些公投的经验 那我们就分享了最近我们的世界公投 所碰到的困难 那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可以透过重新架构文字 跟一些我们的法条 去允许民众还是可以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因为最后我们不管是什么文字 我们还是希望基隆的民众 能够针对基隆的环境跟能源的平衡 来表达一个这样的意见 那另外基隆未来也将加入这个 Swiss Democracy Foundation 这个瑞士发起的国际公投组织 那我觉得这个也对未来的 不管是台湾的公投也好 基隆在地的地方性的公投也好 我想这个也算是迈出了一步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提议让基隆未来有更多的 这个Direct Democracy 就是这个公投能够在基隆 能够民众站出来投票 对于地方议题 不是只有地方的政治人物 对地方议题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对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民众不知道 就是地方的世界公投虽然联署成功 但却被中央政府驳回 理由是这个不属于地方自治事项 但我认为一个能源跟环境的平衡 最起码基隆市民绝对是有能力 而且有资格表达意见的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思考如何解套 让民众还是能够针对世界 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克福范先生代表 来这边对市场做拜访 为什么会来基隆市呢 因为他也听说基隆市 小孩爸爸姑娘市场 对直接民主这样的工作 尤其在公民投票 在线上的网络的这种政策的论坛 叫iVoting等等 甚至直接的跟最基层的政府机关 所谓的领长 不只是里长 有更频繁的接触 这是他听到非常景仰 所以特别过来基隆市 那由我们台湾的这个复数票协会 张天爽理事长来安排 民政处长张渊祥说 谢果良市长很重视直接民主 请听民众的声音 2月8号起就要展开 与全市领长的座谈 民政处正在积极规划安排 市长非常非常直接的 想要让民众发挥声音 也直接的跟民众最基层的 从2月8号起 我们也会市长要把基隆市 157个里的领长 都会请他来市政府 跟市长做座谈 这是市长展现跟民众 最直接接触的一个很大的举动 也是有史以来的创举 在民主全球论坛共同发起人 考富曼的邀请下 基隆未来将加入由瑞士发起的 国际性公投组织 倡议让民众能对地方议题表达心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市长谢果良再次向新北市长 侯友宜借降 延览新北市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科长刘美兰 担任基隆市教育处处长 曾经在基隆服务的刘处长表示 很高兴回到基隆将在市长谢果良的领导下 共同创造教育新愿景 那刘处长过去也曾经服务于基隆市教育处 然后他在来以前是担任新北市 这个特教教育局特教科的科长 那能够邀请他回来 为基隆服务特别感到开心 那我们今天碰面的时候我也特别拜托他 因为小爱爸爸也是一个特教孩子的家长 所以我特别也请他担任处长 未来也对一般孩子 但也对特教的孩子 要多用心来协助跟帮助 基隆市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 那我们在教育里面 其实拔尖扶落更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每次在谈的就是拔尖扶落雇中间 每一个孩子在适性养财的部分 期待能够让所有的家长安心 那在整个教育处之前 所有的处长还有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 奠基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相信我在国良市长的一个领导之下 我们能够再串我们基隆教育美好的一面 然后也能够教育A+. 那我也很开心他能够来到这个基隆 回乡来服务这样子 所以我也跟侯市长有当众通上话 那他也说哎呀 美兰真的是很优秀公务员 不过你们基隆如果有这个需要 他也愿意来帮忙 新北愿意支持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非常感谢新北的大力支持 在这个公务处跟在教育处 都是新北市很优秀的公务员 来担任我们的首长 谢果良市长说 欢迎刘美兰处长加入市府团队 未来也期许教育处 能尽力为孩子的教育 用心服务与协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轻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团关心您